新风折壁翁 他是白居易新岳府五十首中的第九首 他的主人公是一位在天保年间 为了不去打仗 把自个胳膊砸折了的老人 这位说了 扶兵义是应该的 怎么能逃避呢 战争分很多种 这场仗是杨国中的妖宠之战 唐玄宗李隆基 好大喜功热衷开边 宰相杨国中逢君之恶 光是天保十载 就打了三场败仗 其中一场就是这首诗里写的 争南兆 这场仗打得非常没有必要 开战之前 南兆王就前使谢罪了 说愿意把领土还回来 但是建南节度使鲜鱼重通 拒绝了 不我就要打 结果八万唐君被杀的片甲不留 可是杨国中却对李隆基封锁真相 说鲜鱼重通打赢了 甚至给他请功 南兆那边呢 把唐君的尸骨筑成了金冠 炫耀着赫赫战功 从那以后再也不跟大唐交好 这事还不算完 天保十三载 杨国中派李密再一次争南兆 再一次全军覆没 杨国中再一次颠倒输赢 隐瞒败迹 新风者碧翁中的老者逃的就是争南赵的账 这老大爷八十八岁了 头发胡子全白了 白居一看他胳膊折了 就问他您这怎么回事啊 老大爷说我啊本来挺幸运 生在太平盛世过得也挺快乐 可是没成想赶上了天保年间的大征兵 一户人家但凡有三个南丁 就得抽一个去当兵 抽到之后就远征云南 死一去凶多吉少 光是杜江 十个里就得淹死两三个 大家都说 这些年远征云南的人千千万 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我那年二十四岁 征兵名册上有我的名字 我不敢让人知道 趁着夜深人静把胳膊砸折了 这才没有被争取云南 虽然折了一条胳膊 但是我保住了一条命啊 这条胳膊到现在一阴天下雨 就疼得我彻夜难眠 但是我不后悔 如果当年我去了 现在我就是个妄乡的鬼 你听说过没有 开元年间的名相宋景 就是为了避免边疆穷兵独武 所以不赏边宫啊 你又听说了没有 天宝年间的宰相杨国中 为了妖宠而鼓励征战 不义之战 等不到边宫立起来 民怨就起来了 不信你去问问心风折壁翁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叛乱的时候 大唐兵力这么弱了吗 长安的兵成平日久很懈怠 其他的大量兵力都浪费在了这种不义之战上 通过白居易的新岳府五十首 我们能感受到 看一个朝代好不好 不能看统治者过得怎么样 要看老百姓过得怎么样 听历史古文就操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